这就是索菲亚的后面那个山了啊 真是挺高的 但是没雪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走到索菲亚的这个市区的边上了 这个城市太小了 就是跟这个保加利亚的一个国家比起来啊 这个城市太小了 走一走就到头了 比我预想的小很多 因为他那条街画的还挺长的 那地铁站两站低 我基本上走了五分钟就走到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还是我觉得很小的一个地方 如果时间够用啊 我不推荐大家这个打车啊 因为这个地方不太大 不需要打车 也不需要坐公交 不需要坐地铁 就是步行就可以 我来讲那个火车票啊 地铁票是一块九 我当时以为是四块钱的 现在一算不是是八块钱 它是四倍 八块钱的话就不是那么便宜了 坐一次地铁八块钱 这个就是这个 我觉得保加利亚的这个整个物价系统 比匈牙利还要略贵一点 略贵一点 但是呢 当然跟西北欧比起来便宜 但是你别忘了 西北欧的物价低啊 不是 那个工资高啊 所以它物价高是正常的呀 你这边工资低 物价还高 就不正常了 这边的话是个停车场 这个车场是很破的 很多破纸啊 和那个别的地方的街道是不一样的 这是欧盟的车 这边是个小公园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黑人 没有这个穆斯林 没有亚洲人 又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那是瞎溜的 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找到 纯正的当地文化 NATIVE 高知